哈喽大家好,好男人就是我,我就是枪炮玫瑰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部英雄联盟同人小说 名字叫做《尘埃》 这是目前唯一一部有声版的同人小说 我觉得这个题材非常的新颖 那么也是给大家来推荐一下 好的,那么现在就请进入尘埃的主场 瓦洛兰大陆 在我的记忆里 瓦洛兰的天空永远都是灰色的 引由诗人所描绘的世界 满步创意 那是历次战争留下的伤痕 人们生活在恐惧与黑暗之中 夜晚未曾宁静过 因为战争的阴影久久不肯散去 战争就是地狱 由人类的欲望造就的永恒深渊 战争从来就没有过胜利者 五次富文之战将瓦洛兰彻底改变 荣誉、英雄 在我看来只有无尽的杀戮和嗜血的恶魔 在瓦洛兰 在瓦洛兰 知悉战争唯一的方法 就是战争 直到 哪个改变一致的人出现 大召唤师 埃克西欧 其用者 四十七年前 埃克西欧带领六位召唤师 以令人可怕的魔法 学习了第五次富文之战 并建立了英雄联盟 这个以召唤师为主体 凌驾于各国法律之上的公约组织 英雄联盟的建立 使瓦洛兰在时获得了和平 德马西亚 洛克萨斯 祖安等八大城邦先后加入其中 为了扩大英雄联盟的影响力 并进一步垄断魔法资源 埃克西欧 经历了战争学院 法罗兰唯一一个召唤师和魔法的培训机构 我们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第三节 幸福 那些逝去的青春岁月 随着时光的绿席 只留下最单纯和美好的记忆 回首后再看今朝 已然物是人非 前人不见 原来我们失去的不仅是芳华 也是心中的温暖 执着以及对某人的眷恋 凝重的黑暗 仿佛将时间与空间定格在了这死寂的树林里 空气里没有一丝风 只是可以隐约的闻到某种清脆的碎裂声 这声音若是在平时 可能不会引起任何生物的注意 但此刻 它却似想在耳旁 不断加速着树林居住者们的心跳 黑夜早已把所有的生物变成了瞎子 事实上 眼睛在此刻反而成了累赘 因为它只能增添你的恐惧 突然一团幽蓝的光芒刺破了无边的黑暗 照亮了半个树林 受了伤的黑夜 在这团纯净光亮的威慑下四处逃寸 树林居住者们渐渐恢复了视力 他们发现光源来自于一个年轻女人手里的法杖 她怀里抱着个婴儿 并疯狂的向前奔跑着 好像之后一群十人的猛兽在追赶 年轻女人终于来到了她的目的地 树林中间的一大块库地 那里有一间白色的房子 尽管有女人法杖上发出的光微弱而不稳定 但并不能掩盖那间房子的美丽和精致 黑暗似乎有意避开她 在毫无挣扎的情况下 那间美丽而精致的房子被灼热的烈焰吞噬了 房子外面那些原本雕刻着花边的栏杆 和门口华丽的红色楼梯 在烈焰的灼烧下卷曲开裂 最终沦为了和叶一样漆黑的死灰 不 年轻女人大喊着跪倒在地上 她美丽的眼睛里饮满了泪水 墙堡里的婴儿也哇哇的哭了起来 这个身穿黑色斗篷的高大身影瞬间出现在了年轻女人的周围 树梢就勤 不然你和你的孩子都要死 说话的是一位声音沙哑的中年男人 说话的功夫 她已经拿出了一根银亮的法杖 并准备好释放法术 求求你们放过我的孩子 年轻女人一边轻轻的拍着怀里的婴儿 一边哀求道 宝贝他们不会伤害你的 有妈妈在 不要害怕 妈妈会保护你的 哦 我可怜的宝贝 年轻女人安慰着自己的孩子 当她说到可怜的宝贝时 哭得更厉害了 但是她的孩子却在她的哄味下 很快停止了哭泣 对不起 上面的命令是斩草出根 这个声音比刚才那个要年轻一些 语气也稍稍柔和了几分 几个身穿黑色斗篷的家伙 拿出了自己的法杖 他们的法杖长度统一 而且都是银制的 年轻女人看着他们 试图通过自己法杖放出的光 看清每个人的脸 可惜 她仅能看到一张张黑色的面具 你们是秦云社的人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年轻女人问道 你没有机会知道的 第一个说话的中年男人回答说 话音刚落 几个黑衣人被一同施放法术 是红色的光同时从那些银制法杖里喷射出来 在地面上形成了一个半斤斤二十英尺的结界术室 而年轻女人就在结界的正中央 密法结界黑暗盛宴 随着几个黑衣人不断输送魔法力量 术室中的三个皱纹处 升起了三座三项碑 三项碑的中垂线分别指向正北西南和东南三个方向 三项碑不断向周围放射魔法能量 并以它们为顶点 逐渐形成了一个三轮体的真空领域 就在这个真空领域快要形成的时候 处于结界中的年轻女人站了起来 妈妈绝对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的 年轻女人说着举起手里的白色法杖 法杖上的光球开始飞速旋转 亮度也不断提高 不过多久 那刺眼的光芒就让几个黑衣人失去了视觉 赶快 用最快的速度完成结节 来吧 突如其来的巨响打断了黑衣人的话 秘法 绑分守护 一股强大的魔法流 以那个年轻女人为中心 向周围倾泻开来 将三座三响碑积得粉碎 那些黑衣人也一并被击飞了 我们得救了 宝贝 年轻女人气喘吁吁地坐在地上 亲吻了一下她的孩子 真是一群废物 这个声音 这个声音将年轻女人的喜悦 瞬间化为乌有 你 你是谁 看着 那个从密林身处走出的黑衣人 一个快要死了的人 不需要知道这些 对 黑衣人逐渐走进来 年轻女人打量着黑衣人 当她看到这个家伙 已领出那个精致巨龙配饰时 不由自主的用左手捂住了嘴巴 她知道这个人和刚才那些黑衣人不同 这种不同不仅体现在地位上 也体现在实力上 怎么 对死亡的恐惧吗 但我不会心存怜悯的 黑衣人的话语里充满了鄙怡 好像坐在她面前地上的不是一个女人 而是一只蝼蚁 密法 法术封锁 黑衣人举起了一只手 做投掷状 在她做出动作的同时 一把白亮的利刃凭空出现在她的手里 利刃旋转着飞向了年轻女人和她的孩子 年轻女人想要用法杖弹开飞来的利刃 但是她的手好像已经不受大脑控制 怎么也抬不起来 黑夜里又响起了婴儿的哭喊声 一声穿过漆黑的树林 传到了更远处 像一首哀碗的乐曲 给原本 速杀 蕭索的夜增添了几分凄惨 婴儿的墙包已经被母亲胸口处不断流出的鲜血染红 黑衣人为了让她的连接法术起到更致命的效果 让自己用魔法编出的利刃 在四川年轻女人的身体后消失了 这样她的血液就可以从三英尺长的伤口里 毫无阻碍地喷酒而出 宝贝 别哭 妈妈在 这 妈妈 会 保护 你 年轻女人 艰难地说出这句话 寒冷与疼痛 让她的身体开始惊论 但她 仍凭借毅力抱着自己的孩子 我最讨厌你们这类人 黑人说着亮出自己的法杖 一道凌厉的蓝光 伴着一阵可怕的巨响 从她的法杖里射出 秘法 利刃残杀 蓝光在半宫中分裂 变成了十几把魔法利刃 紧接着那些利刃便以肉眼无法分辨的速度 一起飞向身受重伤的年轻女人 以及她怀里的婴儿 与此同时 年轻女人用尽自己最后的力量 拿起法杖做吹死的抵抗 秘法 守护之盾 一个强大的魔法护盾 包裹住了她的孩子 并把她的孩子 抬升到半空中 黑人法术的作用范围之内 而她自己 则被黑人的法术直接击中 年轻女人周围的土地 已然被她的鲜血忍红 她艰难的抬起一只手 想要再次摸摸那婴儿的脸 但急速枯萎的生命力量 已经不允许她这样做了 那举在半空的手 突然无力地垂下来 安东萨东从睡梦中惊醒 她浑身都冒着冷汗 并不由自主地颤抖着 安东 狗窝外面响起了呼喊声 安东萨龙从声音上判断出 那是安瑞拉 汤冲外面叫了两声 并帮她顶开了狗窝的门 安东萨龙快速地穿上外套 从狗窝里爬了出去 喂 安瑞拉姐姐 安东萨龙 礼貌地朝安瑞拉招了招手 你 安瑞拉仔细地打量着安东萨龙 刚刚做噩梦了 安瑞拉姐姐怎么知道的 安东萨龙惊讶地问 当然了 因为你是我的弟弟嘛 安瑞拉冲安东萨龙 顽皮地笑了笑 安东萨龙害羞地低下了头 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暖 伤好得怎么样了 安瑞拉关切地问 全好了 教堂医院的修士和修女们都是好人 他们把我照顾得很好 安东萨龙答道 让我看看 安瑞拉仔细地看了看安东萨龙的嘴唇 又摸了摸她右侧的肋 还疼吗 不疼了 安东萨龙傻傻地笑了笑 你怎么弄了一身汗 安瑞拉说道 瞧你 你昨晚做什么梦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居然能记起来梦里的场景 安东萨龙把手别在脑后 留下自己的头发 我痛上情况下 想不起做过什么梦 但是这一次 快给我讲讲你的梦 安瑞拉好像有些迫不及待了 我梦见了一群 穿着黑色斗篷的人 他们好像在追杀一个女人 和她怀里的婴儿 然后被他们残忍的 好了 停 阿瑞拉大声道 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 脸却像木头一样 没有一丝表情 安东萨龙头一次看到 阿瑞拉这样 她觉得自己刚才好像说错了什么话 阿瑞拉姐姐 你生气了吗 得试探着问道 阿 阿瑞拉刚才显然是分神了 没 没有 话音刚落 她又露出了刚刚的表情 你 你怎么了 安东萨龙有点紧张了 她担心阿瑞拉再也不理她了 就像那些小伙伴一样 安东 安瑞拉看着面前的石破小路 并拉住了安东萨龙的手 我们去你叔父的酒馆吧 好 安东萨龙常说了口气 看来自己是想多了 狗窝距离约克叔父的酒馆并不远 走路的话不过十分钟 安东萨龙和阿瑞拉 沿着多哈村唯一的一条 可以走马车的石板路 向酒馆走去 这条路是贝里托年轻时候 出自修建的 正因为这条路的存在 多哈村才出现了商人 他们得以于其他村落甚至更大的城邦通商 贝里托也因此成为多哈村最受尊敬的人 年长者在他的子女出生的时候 就把这样的思想灌输给了他们 我们到了 安东萨龙指着前面那几间建造在草地上的房子说 那些房子都是你叔父的 安瑞拉问 是啊 那些家的一块就是他的酒馆 安东萨阿龙回答道 那他们为什么让你住在狗窝里 安瑞拉皱起了眉头 纷纷不平地说 安东萨阿龙拿了拿后拿勺 傻傻笑了两声 啊 狗窝是他们以前住处的一部分 约克叔父和家女婶子 只要在生意忙的时候 才在酒馆的客房里过夜 我感觉你像是被他们捡来的一样 安瑞拉生气地撅起了嘴 你以后到姐姐家住 一会儿我就跟你的叔父和婶子说 不行 他们会杀了我的 安东萨龙惊恐地看着安瑞拉 不会的 一定会的 一定不会的 真的 我没有骗你一定会的 我也没有骗你哦 一定不会的 等一下 安瑞拉打断了安东萨龙接下来要说的话 看快看 卡牌大师催死他 安东萨龙朝安瑞拉小指的地方看去 只见那人 七十身对黄金分 挺鼻薄唇 饮礼帽 龙皮披风乌铜皱 德邦子欲 佩当妖 踏实 安东萨龙问道 《英雄联盟》的著名人物 人称卡牌大师 名为崔斯特 艾瑞拉解释道 我经常听到酒馆里的食客提起了那个什么 英雄联盟 但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 安东萨龙说 等一下姐姐再给你解释 现在我们要去要一张带有她签名的卡牌 艾瑞拉说着 拉住 安东萨龙的手 向崔斯特跑去 崔斯特显然只知道有人正向她跑来 她快速的抬起头 当她看到 艾瑞拉和安东萨龙时 礼貌的朝他们挥了挥手 从安东萨龙分析来看 崔斯特应该认识艾瑞拉 喂 你好 艾瑞拉公主 崔斯特的声音轻而脆爽朗 让人听得十分舒服 崔斯特的话印证了安东萨龙的猜想 不过比这个更重要的是 她长这么大小 头一次知道 原来男人的声音也可以这样动听 嘿 崔斯特大师 艾瑞拉见简身 表示对崔斯特的敬重 你的父亲还好吗 崔斯特问道 从这句话里 安东萨龙分析出 崔斯特与艾瑞拉的父亲应该很熟 是的 他很好 谢谢您的关心 艾瑞拉对崔斯特说话的语气不像平时 她尽可能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庄重 且富有对崔斯特的崇拜感 安东萨龙不得不恢复她的社交能力 哦 我是来这里看望一位老朋友的 崔斯特说道 她显然已经猜出艾瑞拉 接下来要问什么 这个小朋友是谁啊 崔斯特指了指安东萨龙 他叫安东萨龙 是我的弟弟 安瑞拉回答说 安东萨龙害羞地低下头 没想到在外人面前 他仍然能够得到弟弟的身份 他从心底里深深地感谢着安瑞拉 安东萨龙 崔斯特把头转向一边 好像极力地想要回想起什么 安东萨龙利用这个机会 仔细地看了看崔斯特 然而 尽管他比崔斯特矮半个身子 却仍无法看到对方的眼睛 那双眼睛完全隐藏在大礼貌的阴影里 包括从崔斯特白皙的面颊 挺拔的鼻子 和迷人的嘴唇来看 他会是一个非常帅气的男人 我想不起来了 崔斯特转过头说道 安东萨龙急忙低下头 以免崔斯特看出他刚才的行为 不过我确实听到过这个名字 在很久以前 崔斯特接着说 那个 请问 阿瑞拉看到崔斯特 用怪怪的眼神打亮着安东萨龙 有什么问题吗 哦 没有 没什么 崔斯特朗声大笑起来 那小声简直像音乐一样动听 不过他很快的停止了 他是你的月房亲戚吗 崔斯特靠近安瑞拉而语道 崔斯特的惊讶不是空穴来风 安东萨龙身上的衣服 准确的讲是用 废旧的抹布一块一块拼成的 尽管安东萨龙经常洗他的衣服 但还是有一股 冤魂不散般的酸臭 瓦洛兰只有一个人 能做出如此有创意的衣服 那便是加尼婶子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加尼婶子居然骗安东萨龙说 这衣服是自己花大价钱买来的 如果弄坏或者弄脏了 就要他的小命 啊 埃尔拉感觉有些尴尬 他的新衣服马上就会送到了 我和父亲已经请了村里最好的财分 崔斯特看着埃尔拉 那红泼泼的脸蛋笑了起来 哈哈哈 没关系的 我只是随便问问 如果没有别的事 我就先走了 有空我会去开帮你父亲的 请等一下 崔斯特大师 埃尔拉叫住了正要离开的崔斯特 还有什么事吗 崔斯特问道 您能送我们一张有您签名的金牌吗 埃尔拉朝崔斯特眨了下眼睛 虽然那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暗示动作 但出现在他的脸上 却显得十分的得体 甚至说还有几分可爱 我记得我送过你父亲好多 崔斯特把手插进兜里 看起来有些无奈 但是我弟弟还没有 埃尔拉指着安东萨龙 好吧 崔斯特说着 从兜里拿出了一叠塔罗牌 让塔罗牌的背面冲着它们 嗯 怎么没有金牌 埃尔拉仔细看过了每一张牌的背面后 问道 嗯 崔斯特把牌转过来 埃尔拉看了看 确实没有 可能刚刚被人耀光了 我经常需要金牌的时候找不到它 甚至在正义之地的战斗中也是如此 崔斯特从另一个兜里掏出了几张牌 放在了刚才那叠牌里 红牌 蓝牌 选一个 他慢慢地翻着手里的塔罗牌 等一下 这张黑牌 他确实在牌堆里翻出来了一张 背面是黑色的牌 埃尔拉和安东萨龙看着那张 令崔斯特感觉到惊讶的黑牌 他和其他的牌都不一样 因为背面没有花纹和魔法符咒 该死的 崔斯特像扔垃圾一样 把那张黑牌扔在了地上 这是海格斯科技的宣传牌 那些家伙 总是把这个放在塔罗牌里 他从牌队里拿出了一红一蓝两张牌 递给兰东萨龙 这两张给你怎么样 这张红牌是命运之轮 希望它可以给你带来好运 蓝牌是太阳 它可以给你带来无穷无尽的生命力量 谢谢 谢谢您 安东萨龙双手接过塔罗牌 并向崔斯特举了一弓 崔斯特抬起左手扶着李帽 将帽颜稍稍向上一掀开 露出琥珀色的左眼 他盯着安东萨龙手里的塔罗牌 看了三秒 这个奇怪的举止 让一旁的安瑞拉捕捉到了 千万不要把这两张牌 当作武器扔向其他人 崔斯特转身要离开时补充道 他们所具有的力量 足以要了一个人的命 作者注释 契约社 英雄联盟审判者的两大组织之一 组织内部都是精英召唤师 负责处理英雄联盟机密事物 维护英雄联盟的安全 后文会详细介绍 海克斯科技 魔法科技的代名词 发端于祖安 后文会详细介绍 收听尘埃微信平台 每天早上都可以欣赏到 来自天宇老师的三分钟无节操脱口秀 你也要来听吗 很好听的哦 客人就期待了 为主席 佛地里面 作词 能量 还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